今天我们来快速的讲一下这个穿越机的螺旋桨到底要怎么安装 首先我们来看你看这个飞机 你看它的电机 它是一个一般常规的安装方式 也就是说这个电机的出轴 这个轴心是朝上的 这个是我们很常看到的一个方式 像这样的飞机呢 然后机头在这边 你看机头在这边 这个方向我们设定 我们今天讲解的设定都是在一个往外转的情况 什么是往外转的 也就是说这个电机它是顺时中转的 那这个呢它是逆时中转的 那记得这个电机的方向呢 它跟它是一样的 对角是一样哦 不要看平行 对角是一样的 这个跟这个 它都是同样方向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讲页 我们以尽快的速度来跟你讲一下 这个怎么分呢 你看这个讲页 它有高低之分哦 你看它有个斜面 我用这边指出来 这边比较高 这边比较低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摸索一下 这一个讲 通常上面都会有 硬秃秃的那个字啊 不管是型号或是厂牌 这个面就是朝上 那方向呢 高的地方 往低的地方 这样怎么走 这边 高的在前面走 也就是说像我现在这个情况 我就是要 让它去顺时中 这个地方 这个方向 那你看我们刚才这个电机 这个不是说要顺时中吗 所以我就这样装起来 我都现在没有锁 我只是稍微的放上去 这样子 方向 这样子看得懂了吗 然后我们从侧面看 它旋转的方向会是这样 这样的话 你的那个螺旋桨 它就往下吹风 飞机就可以起来 然后另外这边呢 它是逆时中转的嘛 我这个讲颜色不一样 可能拍的比较不清楚 所以说怎么装 你看 记得刚刚讲的吗 高的地方要在前面 低的在这里 往高的地方转 然后呢 上面有印字样是朝上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 把它装起来 这样方向看一下 那有的奖页 它的奖型会看得比较不清楚 这个是比如平头奖 看得比较清楚 它原理都是一样的 这个敲照不要管它 我只是做个演示 这边这样子转 就是向下吹风 这边这样转 就向下吹风 不要装反了 那么这个常规布局 是比较容易懂的 主要是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设计 这个是倒装电机的这种穿越机 倒装电机 这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 效率上也是不错的 但是很多人在装 尤其是一开始接触的朋友 他会被这个倒装 这个样子 给去迷惑了 其实你把它想的超级超级简单 同样以外转的方式 你看哦 我是这样子 往下吹风 这一个它是倒装电机 你不要理它 你还是这样子装 你看一次 有没有 这样子把它装上去 那因为我这个没锁 所以我手稍微顶着 你看 方向还是设定为这样子转 就一样是向下吹风了 我这边再强调一次 你不要被它这个电机 倒过来装 这给迷惑了 那另外一边 先放下来 另外一边也是 你看 这个方向 逆时装这样转 对不对 是向下吹风 所以呢 这个 即使是倒装 也是一样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桨倒过来 你就这样子 这边是正面装 你就倒装的 拿过来这样子 直接 是往上 这个面的哦 装 装起来 看不太 我这边看不太清楚 好 这样子 它一样是逆时中转的情况 就一样也是向下吹风 那其他的位置就同理可证 这样子你们学会了吗